蔬菜在熱鍋上不停翻炒 炒到略帶焦黃 發出汁汁聲響就可以端上桌 最近會在高雄左營的素食餐廳 曾獲得豐蔬食評鑑三星肯定 每到用餐時間人潮若溢不絕 主打圓形食物 不添加任何化學條理 再加上簡單的處理 才能給客人健康又美味的料理 用料就是很圓形的食物 吃起來也很 就是可以直接感受到 這個蔬菜的算是原味 我覺得這件味道蠻夠的 我點的是那個焦碼的一袋裡面 這蠻香的 我覺得大口覺醒的料理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東西吃進來身體是舒服的 我覺得那時尚不是表象的時尚 而是真的它可以好像 讓我們的身體更捷徑 羅廷峰原本是服裝設計師 後來生了一場大病 讓他開始反思生命的意義 紀元巧遇廚師大口成立大口覺醒這間店 學習的過程當中很多的意識開始會在我們的生命裡 開始不一樣 生命就是講你到了一個狀態的時候很自然 你好像會覺得你應該要為你自己做一個決定跟選擇 羅廷峰觀察 近年吃素的人口比例有提升趨勢 但他們仍堅守原則 原型食物不添加化學物質 給客人最健康美味的料理 我們店其實反而原本吃素的客人是佔超四成 反而六成是婚食客人 所以基本上對於我們來講 我覺得是很契合我們當初開店的初衷 因為我們想要讓更多沒有吃素的人 有對素食有既定概念的人 因為來到我們餐廳而發現原來蔬食可以這麼好吃 素食的好處說不盡也道不完 大口覺醒食材純天然原型食物 發掘蔬菜水果中其中好吃的秘訣 把蔬食料理推廣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吃素的好處 冷靜新聞中主民高雄採訪報導